彭湖县美术协会会员连展 假日在文化局中心画廊隆重开幕 展出近30多位会员100多件作品 县长赖峰伟、议员陈慧玲、文化局长洪栋玲 美术协会理事长郑美珠等来宾到场祝贺 会员们也建议政府部门成立彭湖县立美术馆 开幕典礼后 县长赖峰伟在理事长郑美珠陪同下 逐一欣赏展出的作品 聆听作者的创作理念 并一一合影 对于会员们美术作品及无限的创作空间 表示赞许 所以我们也很谢谢 这已经有38年历史的洪湖美术协会 那么在个理事长的理考之下 那么渐渐地把美术这方面 已经马上向上提升到某一个程度 那我们洪湖其实出了很多大师 包括我们早期的这个 这个陈俊周老师 那么包括洪跟神老师 包括很多这个美术界啊 洪湖其实都发光发亮 那我们呢 我在第二任那个时候啊 也在澳门搬过一次摄影展 那么刚刚也提到将来我们走向国际啊 我是觉得说我们要把自身的实力啊 再把它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到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呢 我们往向外扩展 然后呢到各世界各地去展览 你们说好不好 好 今天是青春首长 我记得从小时候 我们在民泉路巷弄里找到一些咖啡馆 叫巴里园 那时候送货到巴里园 里边进去会有一幅画在墙上 那一幅画 我们当时感受非常强烈 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探索追寻 据说那是黄熙松老师的方法 美术的力量 艺术的力量 由此可见 我们地方上 在各界的先进经营下 在县长高度的重视 文化跟教育 我们不仅是台湾有续环境的挑战 也是鹏湖学具体的一个文明规报 明镜的30年的鹏湖的美术发展 限于我们越来越多的 最细的美术创作者 创作越来越慢 那我们的全机 我们的美术协会 是我马路过多忙 从那本节奖上 在一阶的节奖上 那他一直关系我们 美术协会 也关系我的美术发展 作品中 包括美术协会理事长郑美朱的 明和风贵围城 及高雄师大讲师 武鹏的《鱼鹿扶生》 两大巨幅创作 更是连展中的亮点 武鹏表示 15岁以前住在澎湖湖西 后来到高雄发展 鱼鹿扶生是儿时所见的岩鹿 白鹿丝 仓鹿等鸟内 在海岸或河川水塘 临水湖口景象的回忆 我这一幅画为什么要取的名称叫做 并尽安立得 并尽安立得 只是 鹿丝尿鸟大概就跟我们一整个人生一样 他们永远是在为了 谷口 离水汗或是离风险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我们人类所遭到的一些环境的问题 所以 其实这个意象我还在强调就是生存环境 有一天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些鹿鸟了 大概我们的地球的反例就是被破坏 所以说我为什么会创作这些步骤 就是要让人有一些省思 繁星生存是特别重要 美术协会会员连展是今年春节过后首档美展 30多名会员提供有东方绘画 西方绘画 电脑数位创作 书法 文创设计与海标艺术等一百多件作品 12号起在中心画廊展出 现场还有应景元宵的猜灯迷 生活及艺术 艺术即维生活 澎湖美术协会连展作品多元 展出至2月27日为止 对艺术有兴趣的乡亲可以前往欣赏 并配合防疫措施 入管时请食联制 佩戴口罩 并配合体温量测 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 记者王海龙报道 接下来 出转 narr